各位同道 今天我代表英国的生化学会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学会及其相关刊物 在科研社区 支持大家的研究工作 超过100年的历史 说我们的使命 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促进 分子生物科学的未来 分享专业技能 支持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同时增加科学家 对社会活动参与度的热情 我们主要今天在这里 主要讲我们的学会 以及杂志在中国的开拓 与协作的情况 目前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 以及出版和共享精神 特别是与青年研究人员 合作的一些情况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介绍下这个Potland Press 以及这个生化学会在中国的开拓 与协作的情况 那么在过去几年当中呢 那个生化学会下游戏的杂志 对中国作者的来稿呢 有非常大的增量 而且发表量也持续增加 那么这个就 那个Biochemical节目来讲呢 现在有三个副主编 一个是徐涛艳师 一个是林生才教授 还有就是我 所以大家从这张图里面看到 过去的三年啊 2017年 18年 19年 这个每年几乎是这个 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 这里面包括投稿量 以及发表的量 那么虽然2020年 有疫情 同时只过了九个月 我们也看到这种增长的态势啊 没有减落 那么中国作者这个热情的话呢 这个 更表现在我们在去年呢 在杂志所有的文章呢 已经被中国资网呢 这个接受在他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那么我们会对这个 我们的读者以及作者呢 提供持续的支持 这里面包括呢 一个是对发表论文 接受论文 这些语言编辑的资助 同时给我们的作者提供 召开网络研讨会 的机会 当然我们也有 对一些content 根据特定的要求来收集 这个内容的收集 那么如果必要的话 也可以提供这个翻译的服务 那么去年呢 是这个协会呢 这个参加了这个 中国的这个生物化学 以及分子生物学 协会的这个年度大会 但今年是这个这个 因为疫情嘛 所以呢 这个会议呢 就在网上的形成参与 我们希望明年呢 能够还是 来那个那个线下的参与 接下来呢 我讲一下就是 协会啊 这个杂志 应对这个新冠病毒 大流行的一些措施 那首先呢 是协会呢 采取了这个灵活 应变的方法 同时呢 支持科学家的科研工作 以及继续发表论文 那么从这个真正开始的话 就 1月31号开始呢 就这个 这个对 涉及 新冠 这个方面 研究论文呢 采取完全公开的 免费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刊登 对论文 那个 专门的 那个那个网页呢 也已经建立了 所以呢 这个 有很多link 对一些资源 以及 这个新闻呢 也能够及时的 发布 那么我们在这个 做了一些 就是在线的这个会议 网络会议 在6月份 所以呢 这个 主要是这个 对那个 ACE2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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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了 这个 这个 讨论 那么这个 的话呢 还是可以 这个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 专门来 来通过这个 协会的资源 来 召开这样的会议 那么这个 另外一个支持呢 就是看 从我们现在来看呢 到明年 7月份之前呢 大概 面对面的 活动的协会 是不会 来搞了 但是呢 他 还是通过一个虚拟的 啊 这个在线的模式 来支持这个 这社区的 这个 这个 科研活动 比如说 是这个 会议 就是根据需求来的 这可以 已经召开过的 比如说 像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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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药信用啊 这个 这个 那个 老年化研究啊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呢 我们的 这个作者啊 如果提出这种需求的话呢 是可以 这个 来 进行组织的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 讲一下 那个 出版与共享精神 那么 Portland Press呢 代表这个 英国的生化协会呢 发布的杂志呢 主要有那个研究性的杂志 比如说 我刚刚讲到的 Biochemical Journal 还有Clinical Science 另外呢 有几份的 三份是 专门是 应邀 撰写中处的 专门的刊物 还有呢 就是 全开放阅读式的 杂志 有一个叫Biochemist 就生物化学家 这个是个 学会的 这个 一个 一个 杂志 主要是 新闻啊 还有些就是 非学术性的内容 在那里进行 刊登的 那么这些 杂志呢 他有很多主编 有些都是非常 著名的 比如说 Biochemical Journal的 主编呢 就是 David Cutting 其他的话呢 都是各个领域的 巧楚 那么从这个 共享精神来讲呢 这个 协会呢 主要是鼓励 支持 一个呢 就免费的下载 另外的话 就有数据的公开 现在我们在设计 一套这个方法 不仅发表论文 同时希望呢 这个一些 实验的数据呢 在网上 也以某种形式公开 另外的话呢 就协会 非常强调 这个研究的水准 水准的 高标准 高水准的要求 还有就是 学术超手 这个 怎么样来 这个保持 这个 这个研究的 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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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理 以及超手 同时我们也非常关注 这个技术进步 不仅是这个 这个 我们说 研究领域的进步 同时呢 出版的各种技术的进步 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的应用 也是非常关注的 另外就是 公共的参与 比如科普 或者 我鼓励我们的作者 跟参与公众的 这个科学活动 或者是对外开放的 来交流一些 科学问题的认识 那么 从免费下载来讲的话呢 从15年开始的话 只有22% 实际上到去年的话 已经增长到66%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 目前呢 已经这个 这个有两本 这个刚刚讲到的 这个完全是 OA的杂志 OA的杂志 那么 这个我们的杂志呢 能够更快的 让更方便的 让这个广大读者 来阅读和应用 第二个呢 就是数据公开 那个数据公开的话呢 就是 会要求啊 逐渐要求 现在叫一个 就是这个 关于论文 涉及的一些 实验的原始的数据呢 会逐渐要求呢 以 某种形式 在一个 一个公开 一个database里面 数据库里面 能够存储 让这个 这个读者能够 挖掘 所以呢 这个 现在呢 有些已经开始 做了 而且会 会对一些 特殊的 那个 资料 比如说 网上 已经发表论文当中 组图啊 它的一些表格的内容 可能是 也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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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传的 那么其他的呢 在逐步逐步考虑 那么当然在 以后的杂志 可能论文的时候 会要求 有一个 data availability 的statement 也就是说是 那个数据 是能够公开的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 承诺 研究水准的话呢 这个是 协会也好 杂志也好 一直追求的 一个高水准的目标 这样的话呢 能够使得大家呢 能够在研究 技术 科学不断发展的时候呢 来推进 这个 我们的 发表论文的水平 这个除了 那个 引用以外 这个影响因子以外呢 还要看到就是 现在会可能 有种新的方法 叫做是 out metric 这个 这个 account 这样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材料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看 有多少人来看 这个文章的话 来评估 包括媒体的 对他的重视程度 学术超手的话嘛 就是要 这个 一个是 这个 这个 要有个 改革 对那个 明年会对这个 论文的评估系统 就审稿系统进行 一些回顾 同时呢 这个 如何来 发现 有些文章 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 如何来保持 这个论文 发表的论文的高水准 这个是非常要求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个 我们已经参加了 叫 这个COP 就Committed on Publication Ethics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工作呢 就是明年呢 这个进行了 这个评估以后呢 会对一些 这个论文的要求呢 会有进一步的加强 那还另外就 技术进步 这个我们呢 这个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了根据 发展的进步 出版这个 技术科技的进步呢 来支持 这个 那个知识的共享 学术的共享 这里面的话呢 包括比如说 Osset 这个是一个作者的 这样一个 一个代码 Crossmark 对吧 这个 这个 怎么来 这个 这个 跟踪一些文章的 情况 还有就是 一些 其他的一些工具 来这个 是 这个 本身学术刊物 他也是与时俱进 跟这国际的主流 紧紧的 关联 最后呢 我想讲讲就是 与青年 研究人员的合作 那么这个 这个协会呢 有一个专门的青年 研究人员工作组 这个 而且呢 在协会里面呢 专门设立了一个 青年的会员列比 那青年员工作组的话呢 这个 会对 这个 青年的 作者啊 或者会员 提供早期的职业 咨询 提供帮助 同时呢 我们也有一个 年轻编尾的 这个 这个 培训计划 那么这样的话呢 来帮助一些青年的 科学家呢 不仅自己 踊跃的投稿 同时也学会 如何来审稿 如何来成为一个编尾 另外的话呢 这个协会呢 每年有 那个 三个 年轻研究者的奖项 这个三个奖项呢 是 每年评审以后呢 发给这个 这个 青年的科学家的 所以呢 青年 科研人员呢 是 学会 交往和支持的 关键群体 另外的话 也有专门的 刊物啊 叫 Asian Biochemistry 是吧 是免费的 这个 刊文 的资源 是年轻人的 而且呢 也有免费的课程 来支持 年轻的 这个科学家 的职业发展 所以呢 总结而来讲呢 在过去百当年 一百多年当中呢 这个 英国的生化协会呢 一直与科学家合作 对吧 成为这个 一个 分子 生物科学的 一个重要的力量 同时呢 鉴于中国的 研究 开发 在全世界 日益增长的 影响力 我们也特别的 关注 来自中国的 科学家 和特别是 年轻人 科技工作者的 意见和建议 我们希望 与中国呢 共同发展 OK